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Aroa 事務所 相信大家都掛著拿著行李箱去機場的日子 我們今天忍不住了 要去機場去看飛機 今天的路線比較短和簡單 來回東沖至機場維修區大約14公里 在東沖站外的達東路可以找到旁邊的單車徑 經海濱路的天橋過到對面 落斜之後向反方向踩 就來到赤立角南路橋上面 經過觀景山的入口 我們就開始踩馬路 會經過三個以紅點標示的回旋柱 全部靠左行就可以 趁現在一段大直路 講講自己話 話說小弟曾經在機場做過一段短時間 由於有Permit 可以自由在Airside和Landside兩邊遊走 運間想吃的餐廳都比較容易 不止得現在就想進去T2 吃個艇仔 物演傷小力都不行 最令我難忘的經典是 當然是遇著打風 致繁忙就是這些時間 被幾百人圍著 被電視台拍著 還有一條靈陽 達卡片說自己的某大學教授R機位 在機場看到的郊野實在太多了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 話這麼快我們就到了港珠澳大橋的橋底 右邊就是香港商用航空中心 在前些更加可以清楚看到整條橋的景觀 這裡就是沙羅灣碼頭的位置 由大澳到屯門的某些航班 就會停靠這個碼頭 沿著南環路一直去就是飛機維修區 有一大班飛機攝影發燒友在這裡 捕捉著飛機近距離起飛的一刻 經過HECO之後 去到南環路的盡頭 就可以沿路接返了 一場來到 當然要在草地 踢一下看看飛機 要注意就是 在草地上野餐是不行的 頭上很多CCTV 會有保安來勸阻 如果要吃的話 可能就要走出些去海邊那邊吃 最後我們來到07R 南跑道前面的打卡勝地 由於飛機通常是翼峰降落 拍攝期間 飛機全部在東北方向 另外一邊的北跑道降落 要好像拍到這張這麼漂亮的照片 就要看看風向和運氣了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你支持香港本地創作 請你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和CLS 多謝大家支持 此為止 此為止 我的缺乏 這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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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期待